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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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粒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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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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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红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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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的梯田刚刚苏醒的时候 更温暖的云南石平 翼龙湖湖的巴子里 大片的土地冒出马铃薯的绿芽 马铃薯 他们满满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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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坝区已极少见到 但在这里依然被大面积种植 很多学者认为 桥迈的起源地在中国 其中的田桥起源于北方 而苦桥则起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 桥迈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是一般精致大米的石碑 桥迈含有的铁 猛 铅等微量元素 也比一般古物丰富 在人们重视饮食健康的当下 桥迈凸显出它的独特价值 并被作为优质牧草 进行种植和利用 田野宛如巨大无比的画布 人们的勤劳和大自然的匠心 共同为它蕴染出最绚丽的色彩 当哀劳上浩渺精致 和令人震撼的水田 被央苗的大片绿色覆盖时 遍布于云贵高原 与四川盆地交界处的乌蒙山 则呈现了天地间最壮丽的画卷 我们的大地和田野 就这样在苍穹和蓝天之下 在大气的周流和时间的更替中 谱写着地球生命体中伟大的诗篇 三月就北方来说还处于春气刚刚萌动的世界 而在云南石平 春小麦却早已经历了拔结 分裂 灌浆 绣碎的过程 一头扎入了成熟气 坝底到山脚 满泼青绿的萝卜长着 而麦穗已经从上到下 从两粒麦子累积出连排的五粒 最后以三粒收尾 并在顶头伸展出见识一样的麦芒 包裹住种子 然后生命戛然而止 小麦结束这一季的生命 把种子留下 以启动新一轮生命 任何一个时段的延误 失误 过失 都将影响到生命的繁衍 三月 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 那里还是春寒料鞘的萧色 自北向南 穿过陕北 经古都西安 跨过关中平原和南北分界线的秦岭 而后 跨四川盆地和长江 上下攀登云里 进入红土高原东部 为了收获 人们在田地间辛老 而有的人则追随着春天的气息 跋涉千里 历经四十多天 孙向荣和他带来的一百五十项蜜蜂 终于到了位于云南东南部的罗平 无边无际 金黄一片的油菜花世界 和弥漫在空气中清甜的花香 向它长途奔波的疲惫一扫而光 在世界各地 蜜蜂总是得到人们的称颂 是勤劳有益的花生 他们为花朵授粉 同时为自己的丰厚和种群 以及为人类提供最甘甜可口的蜂蜜 孙向荣每天的工作是放蜂和收拾蜂蜜 这其中最快意的是处理蜂蜜 那是蜜蜂用蜂蜡修建的 数千个巢房组成的雄伟帝国 而每一只蜂箱里 就收藏着一座巨大辉煌的皇家城堡 七月 倒叶蜂会在这个时候 群聚在水稻碎部取食 湿液蝉明背后 是多种植物病毒的传播 云南是中国昆虫种类 和数量众多的省份之一 但奇怪的是 在哈尼梯田的耕种历史上 重大病虫害却是零记录 这不是什么天意 而是由自然环境生物种类 种植资源的多样性 和特殊的农业技术 综合决定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梯田的立体种植 和稻种的建种方式 哈尼人一般不会 大面积连片种植 同一品种的农作物 即使在一块田里 有时也会混种 不同的水稻品种 利用各类稻种 抗病虫害能力的差异 就能阻碍病虫害的传播 我家的田有一片 有什么的有一片 但是我还是很早的 比如说什么地 就是扎出来台湾的一种批种 所以呢 发生这个地床下的 咱物价发生了 那是呢 其他家的这个地里面 就发生不了 它批种不一样 梯田里的鸭子 是最勤劳的耕作能手 在稻田里来来往往 它为水稻输松了泥土 给稻田里的鱼增加了氧气 清理了杂草 同时它的粪便 还为水稻带来养分 鸭子还是清除病虫的高手 水稻鸭子 稻田鱼 形成了一个生物链条 对于多样化的地球来说 万物之间只有生态链条的联系 而没有绝对的利与弊 哈尼人对此有所认识 病虫害爆发时 它们会到田里捕虫 或者用独特的吹管驱虫 这已经是多年的传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农历六月 哈尼人最喜庆的时刻 是苦渣渣节 大墨秋 开墾梯田要除去杂草和蚁虫 在哈尼人的传说中 这些也是生灵 是人类的兄弟姐妹 他们的冤魂会向天神告状 天神则在每年栽种结束后 用杆子把哈尼人撬到天上 进行惩罚 这就是打木秋的来历 苦渣渣节的深层含义表明的是 人们对万物生灵自然法则的尊重和敬意 母亲一样的大地和田野 也会用最丰厚的馈赠来回报人类 九月 埃劳山进入收获季节 仿佛文明中巨大的脚印 人类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历史 静静地呈现在蓝天之下 小志明mos年轻历经春夏秋冬四季 bask 在哈尼人古老的创世史诗中 有这样的传说 大鱼会把植物的果实吃掉 后来人们从它的肚子里 取出各种各样的子种 从此 世上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 瓜果 树木和白草 因此在收获水稻之后 阿尼人会依照传统到水田中捕鱼 这是一项欢乐的活动 在喜庆收获的同时 包含着对来年丰收的期盼 我们来自于大地的知识 远多于书本 从自然的高天 大地 山川 江河 湖泊 森林 草原 从飞禽走兽 草木重渝 这一万物的神殿 人类自诞生之初 就不断地汲取和得到智慧 逐渐发展养育出我们的采集 游牧和农耕文明 一句话 我们创造了田野 而后 从广大丰厚的田园和田野出发 最终构建起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峰 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文历史中 一座巨大凸起的地标 植根并处立于地球生命共同体 这一伟大的宇宙中 催动和汹涌来生生不息的生命 我们是已知宇宙中的生命体 我们因大地田野和家园而光荣 也更因这一光荣而更为谦卑 谨慎和努力 敬畏自然 守护生命 我们才能永恒地存在于这唯一的天地中 我们熟悉的原野 我们亲切的方圣 我们的温情日爱 我们母亲一样的星球 新海 碎烂如下 碎季了肉绅 自月光滑照样 自日明天游泳 生命繁衍大地如窗 雪山西滴这万古 自由的气息好难 青鸟飞鱼 奶奶盯盯的下我 万物和我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